风港情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商事法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要 跟各位讲解的课程 是有关于 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 是要谈论有关于 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关 它的董事跟董事会 还有另外的一个 机关是监察人的部分 那还有我们也对于 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 还有它的公纪的部分 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 请到的一个贵宾 是许永展 许律师 那台湾目前是 我们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律师事务所 叫郑姓律师事务所 的一个相当杰出的 明日置信的一个律师 然后他目前也就读于 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的 博士生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到他 请跟各位来宾问候一下 老师好 各位来宾好 我是许永展律师 那很高兴这一次 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跟李老师一起 跟大家 来介绍一下 这个公司法上 有关于说公司机关 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是的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公司 这个 就像一个 这个国家一样 那他总是要有一些人来 这个 还有一些制度 来规范 那所以我们 这个就所谓股东会 还有这个董事会 还有监察人 然后形成一个 这个三权分立 股东会就类同 这个一个国会 这个董事会 就好像是一个行政机关 监察人 就好像这个司法 所以是一个行政司法 跟立法 那这样一个三权分立 形成的一个 这个公司的一个机关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来了解到说 因为公司 这股东很多 所以他不可能 每次在这个 进行营业行为的时候 全部的股东就过来 所以就会有 这个选举这个董事 然后再选完董事 再来新人董事会 那这个董事会以后 我们这个 就会选出董事长 由他来这个 每天来这个 对公司的这个 日常的经营活动 然后来负责 还有代表公司 跟对外的一些行为 行为 然后可是我们也很害怕 这个董事会滥权 那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监察人的这个制度 然后由他们来监察 这个董事会的行为 是不是完全符合法律 那所以就会有 这个董事会产生跟 这个监察人的一个 制度的出现 那所以这个整个制度 那我们法律 对于董事会的一个 如何选任 那我们都有相关的规范 那对于他们的一些职责 都有一些规定 那所以我想 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很想知道 这个许律师 就你目前所知 在这个选举 这个董事会当中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名词 叫做累积投票法 那这个累积投票法 在目前运作上是怎么样的 请你跟我们大家解说一下 累积投票制的话 其实是按照公司法 198条 那他其实 可能他跟我一般 在做国会选举 在做总统大选的时候 各位听众 或观众朋友 遇到的话不太一样 是累积投票制的话 是说公司 股东可以将他 比如说董事有 出于音选的董事名额 有五个 那这时候呢 假设说 如果你有选ABCDE 三个 五个董事的话 那你可以将你的票呢 全部累积投 五个人的票 全部投到A董事上面去 那这个比较常发生的是说 可能如果观众朋友 你们有再去参加 有买公开发行公司的股票 或者是有出席 比如说一些商业 同业工会 或者是一些 劳工产业工会的话 有些工会会采用 这样子的累积投票制 那这样子的投票制的 好处在哪里呢 它是可以保障 这个少数的一个股东 避免说少数的股东呢 他没有办法说 因为采用这个投票制 如果投票制是均等的 每个人只有一票的话 或者说每个股份只有一票的话 那很容易造成 大股东的一个少数垄断 因此当初立法 在设定这个累积投票制的时候 就是为了避免说 大部分的整个公司的 经营的业务 包括是说选举董事 这么重要的一个选举权 都被少数的 有钱的大股东给垄断了 那因此在平衡上面 公司法特别设定的 这个累积投票制 来让少数股东 也可以凭着自己手上 既有的一个筹码 然后设法来选上 至少让自己的相关的一个利益 的一个董事 可以在董事会上面替他发言 对 所以我们也知道 从刚刚的解释 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这个制度 就希望这个真正选出 可以代表公司的人 来这个经营公司 那不至于被少数人 可以垄断掉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既然股东 这个是这个可能有 自然人也有可能是法人 那这时候就出现了 假如是法人当选的公司的 这个股东的时候 或是法人当选的公司的 这个董事 那请问一下 这个跟一般自然人 当选董事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现在就以下面的案例 来就交这个许律师 那我们这个案例谈到 A公司为B公司之法人股东 单选为B公司董事 假如A公司法人股东 所指派之自然人代表 那我们就想知道说 这个法人股东 这个被选为了董事以后 他这个请自然人来代替 他在董事会行使这些 这个职权的时候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来就交这个许律师 好 这边跟各位在场的 这个看电视的观众 回答一下 他这个答案里面 就是A公司 他是B公司的法人股东 那什么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指派法人代表 什么样子答案是错的 答案是B 那B是 如果这个 他是假是这样子的一个 A公司指派的股东 那这个股东他在离职的时候 A公司可以改派 他人直接递捕 假在公司董事长里面的位置 那其实按照公司法27条的话 其实公司他如果有法人 当代表的时候 可以指派自然人 做他的代表人 再去参加公司董事的选举 可是他是只能够选举董事 但是并不表示说 董事长今天辞任的时候 这个法人代表的这个 他可以就是可以直接在递捕 另一个自然人来递捕董事长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毕竟进了董事会之后 董事会里面的董事长的选举 是由董事会的董事 依照多数决 依照人头决来选出 这样子的一个董事长 那虽然说可能是法人代表 来去当选的董事长 那毕竟董事长他是有高度的一个人格性 那公司在执行业务 或是董事长在召集公司的那个董事会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依赖董事长的个人的人格特质 还有个人的能力 那因此这时候 其实照主管机关过去的看法来看 比如像经济部 他过去的一个函事 他认为说这个时候 其实要保障这样子公司董事独立行使职权 这样子的一个机能的话 其实必须要让董事会重新再来召集一次 重新选举董事长 因此并表示说是机关法人 他代表人换人的时候 这个代表人就必然是可以去当选董事长 那这边的话可能各位观众朋友 会有很多的一个疑问 那在此像这边先简单一个解释 那我们从刚刚我们所谈到就可以知道 这个董事会的组织跟组成 那都有相关的法律规范 那我们都知道董事会是由董事组成的 那所以董事他的任期有多少 原则上是三年 那他的这个人数 一般是不一定不可以少于这个三人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公司法对于这个董事里面的一个组成 还有相关都有相关的规范 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 这个董事原则上是三个人 那如果有一些这个缺额 那超过三分之一 也要预补这个补选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公司法 对于这个董事的一些相关的规范 那除了这些宁选的方式 跟这个任期规范 我们还有对于董事的责任和义务 都有一些规范 比如说他有一些敬业禁止的问题 然后双方代表的禁止的问题 然后这个董事的一些责任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我们对于董事 这个因为怕他有这个违反利益 将自己的这个利益 这个给自己 也就是说对于公司 他因为是负这个受任的一个责任 那他应该要尽到忠实的义务 以免的这个有一些利益冲的问题 使得公司的利益 这个变为自己的利益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公司法里面 有一些严格的规范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各位讨论 我们刚刚谈完了这个董事的一个组成 临选方式 还有他们的一个任期 跟这个董事会的人数以外 还有董事会如果人数不够要补选 那还有跟各位谈到了这个董事的义务跟责任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很实力的一个题目 想来做下面的讨论 那也就是说有一家公司 这个A公司 那股份有些公司 有甲乙丙丁物武席董事 其中甲为董事长 以为监察人 更为继续一年以上 持有A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之股份 丁吉物两人因经营理念 与其他董事部不合 乃持去A公司董事职务 并将所持有分别 各占A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五的股份 转难于原非A公司股东之心 假召开董事会时 已做成召开股东临时会 补选董事之决议 但乙丙两人表示反对 请问依公司法规定 能决定并合法有效召集 以补选董事为召集事有之股东临时会者 有哪些人 老师这一题其实出得蛮难的 然后可能这一题其实是 老师相当程度的整合前面跟各位观众 讲过公司法的一些重点 所讲的所浓缩的题目 这一题如果你会的话表示 公司法关于董监事的一些责任义务 大概你也了解的 那这一题我先讲 正确的答案其实是B 是起监察人 那为什么是监察人呢 就是在这一题案例中可以发现是 公司的话 董事长A可以去进行召开董事会吗 这个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依照那个公司法171条 有权召集董事会的是 有权召集股东会的是董事 是董事会不是董事长 那这个话可能在场学习的一些 一些观众可能会有所误解 那再来的话是说根或新 他们都是拥有5%这样子股东 一个全的 5%的一个股份的股东 可是5%的股份 这个东西照于公司法来讲的话 173条的话是拥有持股一年以上 而且拥有5% 拥有这个超过3%以上的 这样子股份的股东 他可以去请求董事会来召集股东会 那请求不成的时候 才跟主管机关申请来自行召集 那所以这个程序上比较复杂 那这一题里面真正能够直接召集的只有监察人 监察人在董事会不能 或客观上不能 或者是主观上他应该要召开 但是不能召开的时候 而对公司这样造成一个营运上的妨害的时候 监察人可以自行召集股东大会 所以说就是这一题的正确答案的话 其实是监察人籍 谢谢 那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题目又给我们一个加深的印象 就是说公司里面的所有运作 其实都有公司法里面严格的规范 那所以我们下面也针对这个董事会 它的一个运作过程 我们也可以来做些探讨 包括他们这个原则上 董事会是有三个人以上的董事所组成 那而为股份有限公司必设的一个执行业务机关 那董事之 董事会之执行业务以董事会决议为之 对外则由董事长代表 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董事会之召集 与董事的出席率也都有相关的规范 那董事的决议 我们又分普通决议跟特别决议 那我们也对董事会的一些权限 也加以这个予以的这个规范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董事会的一些权限 像谈到董事会为股份有限公司 必设执行业务机关 那现行法又采企业所有跟企业经营分离原则 缩减股东会的权限 扩充了董事会的权限 所以公司法第202条就规定 公司业务之执行 除本法或章程规定 应由董事会决议之四项外 均应由董事会议决定之 则有关公司业务之执行 凡公司法或章程未规定 由股东会决议之四项 均属董事会之权限范围 逐渐其职权之广幻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想要来 就叫这许律师 这边有个案例谈到 X股份有限公司 为一家十抽资本额 一亿原资非公开发行公司 每届会计年度终了时 X公司之董事会 既开始编造决算书表 提请股东常会承认 试问下列的提问当中 有哪些错误 那我们来做一些讨论 好 这一题的话 我们一一的来检讨一下 哪些行为是错误的 那A的话是X公司 他的财务报表 在董事会提起股东会承认之前 必须要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 那这是依照公司法要求 这是强制的规定 所以这一个话 这个行为是没错的 然后再来的话 是C主管机关 可以在X公司编报 那个结算书的时候 随时派员查核 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 因为主管机关有这个权限 然后再来是说 X公司如果未以法 编造结算书的话 董事会有可能面临行政罚缓 这D的答案也是正确 所以说其实错的是 B这个选项 为什么 因为X公司它委任 这个财务报表 委任会计师进行财务报表 签证的时候 这会计师他的报酬 还有这个委任 是由董事长决定 其实不是的 因为依照 刚刚老师也提过了 公司法202条 公司的其实平时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决策 跟执行机关是董事会 不是董事长 毕竟公司法还是一个 采用类似像委员会制的 一个集体决策的概念 董事长只是个代表而已 所以应该来做决策的 而且我全去决定会计师 他的这样子一个报酬的 其实是董事会 因此这一题的答案是B 好 谢谢 那我们谈完了这个 董事还有董事会以后 我们来谈一个 专门来监督 这个董事会 日常运作的一个这个单位 我们其实是监察人 而不是一个单位 而且监察人 这个在公司里面 是可以独立行使职权的 那我国公司法的监察人 他不仅对公司会计有审核权 对于董事是执行业务 也有实质的监督权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 公司法里面也对于监察人选任跟任期 也都有相关规定 还有他的职权的部分等等 还有他责任的部分 那甚至刚刚有提到了 这个董事会因为人数不足 法定人数的时候 他要这个召集董事会 不行 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都要透过这个监察人 来召开这个股东大会 来领选新的这个董事 那这个也是监察人的一个责任之一 那还有公司对监察人的一个诉讼 还有这个监察人不得监任 公司执行业务之一物 那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就是希望这些设置能够让监察人 能够独立行使之前 然后不要有为了个人的这个利益 然后来损坏到公司的一些潜意 那所以我们下面有一个题目 就是说这个 我国公司法赋予监察人 有主动召集股东会之权利 倘监察人于非必要时召集股东会 请问此次股东会决之效率 意最高法院见解如何 那请那个许律师 来这个地方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 那这个东西在目前这个选项 有不成立 无效 有效 还有得撤销 那我们再回到法律行为 学习的一个最清楚概念好了 法律行为必然是 他成立了以后 才可以来去讨论 他有效或无效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 我们这个案例看到是说 股东会也有开了 所以股东会并没有所谓不成立 如果他是开之前 突然发生什么状况 台风天 或是什么样的状况 股东不来之类的 导致他没有办法去成立 也所谓成立决议的话 因此大胜化绝对不是选项A 那是选项什么 可能各位 过去比较有争议的两个选项 一个是C 是不是合理有效 还是D是得撤销 那最高法院他过去的判决 他采用的话是D得撤销 为什么呢 因为去公司法 各位同学如果在前面的一个 课堂上有学习到的话 是说 公司法的这个189条 股东会他的一个决议的一个瑕疵 在公司法规定是什么 是得撤销 一个月内任何股东可以提 向法院提起这样子的一个 撤销的一个诉讼 那因此呢 既然说连股东大会召集的一个 一个决议都是得撤销的话 那因此这个监察人 所谓的非必要史 应该可以认为是股东会的一个 决议的一个瑕疵 因此是采用所谓的 得撤销这样子的见解 那以上是这样子最高法院的一个 见解跟大家分享 好 这是这个有关于 这个警察人来召开股东会的 事项的一个效率的问题 那再下来我们来 另外一个问题也来请问许律师 X股份有限公司 为一家实收资本额 一亿元之非公开发行公司 每届会计年度终了时 X公司之董事会 既开始编造决算书表 提请股东常会承认 试问下列的四个选项当中 何者错误 这个题目可能就是帮各位同学 重新再还有各位观众 重新再复习一下是说 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务报表 到底谁是有权决 还要厘清一下 就是董事会的权限 那个选项我们可以来看的话 其实ABCD四个选项 如果说你之前已经够熟悉 的话答案是B 那因为公司的日常决策机关 还有执行机关 依照公司法202条 是董事会不是董事长 所以请各位在概念上再厘清一下 所以答案是B 谢谢许律师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在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下面的单元 下来我们跟各位讨论有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 那我们都知道股份有限公司是个资本的一个结合 那公司的资产 公司的是公司债权的唯一的担保 那又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众多 那其大部分为投资股东不可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 所以为了保护这个债权能以及保护股东的权益 所以我们公司法就有特别规定 就这个公司的一些会计要与这个名列出来 让这个股东跟债权随时可以查阅得到 那所以对这个会计表册的一个作成 承认分发公积金等等 那我们都有详细的规判 那许律师我想问一下 在实务上面对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 那你认为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部分 可以这个做一些补充 实务上像刚刚李教授提到的是说 公积的提存的话 就是有盈余公积跟资本公积 那这东西的话其实在实务上 我们常会遇到是说 公司它到底公积有没有提列的这样子 就是说有没有提列的够好 那像公积的话分为法定公积 然后特别余营公积 那这东西它的概念都是为了是说 为什么公司它在平时赚钱赚得好好 不把钱全部都发回去给股东 那其实主要是说这样子的概念 是为了确保说公司有足够的这样子一个资金 那在之后可以在那个 公司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去使用 或是做一些公司的一些福利 那这概念有点像是国家 它在国家财政还算有一个盈余 还算充分的时候 国家要提列一些钱留下来做一些准备金 那我们常常也会听到比如说市益会动用什么 第一预备金第二预备金 那有时候在公司亏损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去动用这样子的盈余公积 那这样大概是让人了解一下 透过国家的概念了解公司这样子一个组织体 怎么在运作的 谢谢你们补充 那我们现在很想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有一些公司 那特别是上市公司 为了要让它的股价能够更高涨一点 或者是说这个想要摩取 个人在股票上的一个权益 常常有的美化账面 那这个在实物上面 常常就是所谓的这个证券诈期 那在你这个印象中 有没有哪一个案子 你值得这边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美化财报的数据的话 其实过去常常有发生 那或是说在这个公司 实际上应提播未提播的状况下 那过去像是说 像我们刚刚会遇到报纸一些内线交易 或者是一些操纵市场的一些 美化财报案件 那比如说像之前前几年 就是对可以说成为世界各国 NBA学院必学的一个经典教材 就是美国安隆公司 这家能源公司 在财务报表上面作假的一个过程 另外国内其实在前几年也发生 这个像是博达的案件 那博达这个案件的话 其实投资人大概几十亿的资金 短短的在可能几个月时间内 就人间蒸发掉了 那后来其实 后来在交易所也 比如说像集中市场上也爆发说 像是黄铜或训碟这样子的案件 那后来很多他们发现是说 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基金的一个 公积金的一个提拨上面 其实是相当不足的 那因此其实主管机关 为什么要在会计上面 特别去做这样子的监督 甚至赋予是说 会计是相当重的这样子一个刑事责任 就是避免是说像安隆 或是说像博达这样子案件再次发生 对 所以谢谢这个许律师的补充 所以可以看出来 会计对一个公司 它到底的经营好坏 可以从这个数字上面看得出来 就是说数字会说话 那更重要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种会计制度的一个建立 然后能够让这个投资人 能够了解这家公司 到底是赚钱于否 那所以它的正确性就相当重要 所以对上次三位公司 我们甚至对有人在这个账面上面的一个美化 或是这个虚伪不实 那引发这个投资人的这个投资 那都有相关的刑法规范 那刚刚许律师也跟我们谈了一些 有关于公司公积金的问题 那公积金无非就是希望公司 有更雄厚的一些资金可以做应用 然后作为公司不实之需 甚至对于如果公司发生危难之时 那都可以作为这个紧急之使用 也就是说这个台湖公司 后天床后来牛就是这个未雨绸缪的意思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些公积金的概念 那公积金刚才谈到了 它的种类有法定盈余公积金 有所谓资本公积跟特别盈余公积 那特别是法定盈余公积 我们就有特别要求公司在每年赚钱 如果要分发股利跟红利 股息跟红利之前 都一定要先扣完了税以后 一定要扣这个百分之十 来作为公积金的一个 这个使用 那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使得这个公司在资金能够更加的雄厚 那所以我们也这边来探讨一下 这个既然这个公积金要留下来 可是他到底怎么使用 所以我们就有规定到说 法定盈余公积及资本公积原则上除填补公司亏损外 不得使用且为填补公司亏损而使用时 应先使用法定盈余公积 非于盈余公积填补 资本亏损能不足时 不得以资本公积补充之 但我国公司也规定金股东会是特别决议 得将法定盈余公积资本公积例外的 为现金股利的发唤 那原则上公司要赚钱才可以 这个发这个股息 那公才可以 而且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才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个例子 来做一些探讨 就是说这个非公开发行股票之A公司 那章程所定之资本额为新台币 五百万元整 实收资本额为三百万元整 历年提拨之法定盈余公积 目前累积达三百零五万元整 去年度A公司之营收于完那一切税捐后 盈余为一百万元整 试问今年A公司于分派去年度之盈余前 应先提拨多少法定盈余公积 那我想说许律师可不可以就这个实务题目 那就你这个实务的这个经验 来告诉我们这应该怎么来算 这一题其实就是 其实还算是蛮难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是说 各位观众如果单纯学法律的 对这方面可能比较不熟 那可能这方面比较熟的 其实是会计的一些 有会计背景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观众 我先跟大家解答一下好了 就是如果按照公司法237条第一项 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好像是说应该选项是A 十万元整 因为当年度盈余一百万元 那10%的话就是一百十万元 好像说要提拨这样十万元 好像才算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当然其实正确答案不是 正确答案的话应该是 A公司今年不用提拨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公司法是一个高度 行政主管机关在管制的一个法律 那其实有很多解管机关的一个函式 那这牵涉到公司法237条 但数里面就是说 但公司已经提拨到资本总额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提拨 那资本总额到底是什么呢 那过去经济部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是实收资本额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提拨了 那因此本题的话 其实已经到达实收资本额300万了 所以不需要再提拨 所以这个当一个公司 他的一个公积金提拨到 跟他的实收资本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在这个公司 再负责提拨这个公积金 那我们从刚刚以上今天所探讨的 可以看到的 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 还有监察人 还有这个所谓会计的部分 还有这个刚刚所谈到的公积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公司法是一部 相当相当高度的一个 行政规范的一个法律 那更重要的是 他也是一部这个确保 这个公司债权能 还有公司这个股东 权益很重要的一个相关法律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个许律师 帮我们带来这么多好的一个 这个实务上面的经验 然后提供我们来对于 整个这个公司法制上面 更加的一个清楚 那所以这个未来 我们也会再跟各位探讨一些奇观 对于公司的一些运作上面的 更多的一些规范 由于实践关系 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讨论到这边 也谢谢许律师 那我们各位观众 我们下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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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